这一家早午餐店 满满一桌中西料理都有 像是粉浆蛋饼 都是店里现场打浆现煎的 里面的配料非常丰富 老面做的馒头单吃太无趣 把它切开来夹进肉片和生菜 摇身一变变成了中西合并的汉堡 然后那馒头是自己存 老面手工去擀出来的 然后压制 然后制作而成发酵的 对 然后还有古早味的那种粉浆蛋饼 然后我们的粉浆是自己调配的 对 然后按比例 然后我们都调配的 就是每一包的份量 它的比例 每一份的口味都是一样的这样 另外拿婆罗面包做汉堡 也很有创意 但别以为这个婆罗面包会太甜 老板特别和面包店合作 特制比较不甜的婆罗面包 来做汉堡 有花生酱 有起司 有烧肉 那烧肉是我们自己腌制的 就是我们是买生鲜的那种猪肉 每天请猪肉商早上就是切好 我们需要的量 然后腌制 然后大概要腌两到三天 才能使用这样 接下来PK中西面店 半斤半肉的牛肉面 面条是刀削面 摇起来不会太死硬 牛肉卤得软烂 用筷子一夹就散开了 汤也不会太死咸 沿程区有开一家面店 那也用同样的牛肉 那我们会嫩的原因是因为卤完 我们有就是在焖煮 然后焖一个时间之后 它的肉才会嫩 不然其实你一直卤会越来越柴 白酱意大利面也是店内的招牌 香浓的白酱和意大利面 都是煮好冷冻起来 只要加热就能够快速出餐 不会让客人等太久 它的面条我们也是用自己 煮完之后急速冷冻这样 因为现在早餐就是要多样化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 比较新颖的技术 然后让东西快速的可以复制这样 这一家早午餐店就开在 左营自助里 许多新建大楼的社区里 因为有李明向里长反映 社区里找不到好吃的餐饮店 在里长的建议之下 李老板和老婆就来这里开店 李明用餐还有优惠 不要看这个装潢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有特色 但是它其实走的价格 它是走一个平价的这个价格以外 它还很回馈这个自助里 只要是自助里明的话 都是可以打九折 而且它是永远 只要这间店在的话 它是永远都是九折 早午餐店要应应上班族 快速出餐 假日时要能够悠闲的 享受用餐环境 里长满足民众的需求 也提供青年创业机会 让社区充满生机 记者王仲凯 赖昌邦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